接下來有一個課本的探索活動 他說有一個兩日的潮汐變化給你一個表 然後請把它畫成圖 我幫你畫好了 這個是點連成線點出來的 然後呢經由電腦程式平滑化會變成這樣 變成這樣 OK 然後就問 這個問題可能有人問 不多 可是會有人問 A跟C叫做什麼 A跟就是最高點嘛 B叫做什麼 最低點嘛 所以最高點叫什麼 最低點叫做什麼 最高點叫做什麼 來 帥哥男 你們班有三四嗎 三四 三四 起立 最高點叫做什麼 最低點叫做什麼 最低點叫做什麼 甘草 請坐 那個最高點叫做滿草 最低點叫做甘草 好 這個有可能會有人問 問的不多 但是有可能會有人問 OK 好 阿再來 幾次 就用死背就好啦 你那看圖知道啦 這你要看圖知道 但是 不看圖也知道啊 就背嘛 背完就沒事了 小男生不用舉手啊 找女生啊 而且 而且 你之前問過啊 你們班有四五號嗎 有 你們班有四五號嗎 沒有 三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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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號在哪裡 起立 每天幾次啊 沒人權 幾次啊 這樣看喔 蛤 八次啊 八次啊 太神奇了吧 八次 請坐下 為什麼只有抓過八次啊 為什麼又抓過八次 你也太誇張了 八次 你是要來搞笑的嗎 這個 這個就是我說話波浪圖的好處 上午十點跟下午四點 先看上午十點 如果你有畫這個波浪圖 然後你就對過去 十點在這裡 對上去 在這邊 這個時候叫做掌槽還是落槽還是滿槽還是乾槽啊 就看就知道啊 就畫圖就曉得了 我們找一位可愛大帥哥 可愛大帥哥 有二十二 沒有 沒有 二十二 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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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什麼時候 蛤 落槽請坐下 看圖就知道 還是要做 落槽對槽 那十六點呢 一樣嘛 十六點就畫一畫嘛 十六在這嘛 對上去在這裡啊 這時候什麼 掌槽 落槽 滿槽 乾槽 哪一個啊 我們要找一個可愛小女生 哪一個啊 八號 對啊 答案 掌槽請坐下 掌槽 看圖就曉得 所以畫圖就好 是看圖就曉得了 OK 看圖就曉得了 就知道了 這個差幾公分 這個 這個喔 曾經看過 有人問過 可是很無聊 根本不需要 不需要管啊 因為 就算真的有人考 就直接減就好了 A多少 A是第一個最高點 三十五 B是第一個最低點多少 負四十 那三十五跟負四十 那三十五跟負四十 七十二 對啊 七十二 三十五跟負四十個 七十五 七十五 這減就好了 這沒事啊 所以我直接報答案 這沒什麼意思啊 這個不太會考了 沒什麼意思 就把它寫一寫就好了 沒什麼事情 我寫錯地方了 好 再來 再來 這個做什麼無聊 為什麼無聊 因為 他給的 等一下 不要吵 他給的時間 根本就只到小時啊 他連分都沒有 他連分都沒有 第一個最高點 三十五 六點 第二個最高點 八十 十八點 然後問你說 差多久 他連分都沒有啊 他連分都沒有 這個很無聊 差多久啊 蛤 六跟十八差多久 十二 好無聊 你不要管這個十二 你要管我要你背的 這要做周期 最近多少 十二個小時後 二十五分鐘 你要管我要你背的 OK 要背下來 這個也是一樣 他就問你說 這兩個圖 有沒有左邊跟右邊很像 有 移過去的時候有沒有時間差 有 為什麼有時間差 就是會延後啊 就這個嘛 這個是無聊的答案 重點是你要記得 我剛才要你背 他為什麼會延後 因為月球繞地球 攻轉 延後多久 五十分鐘 這是你要背起來的 可以嗎 每天延後五十分鐘 可以嗎 可以嗎 我要一段時間吧 好嗎